香港公屋自来水中含千量超标事故越演越烈 又有两处公屋被验出自来水中含千量超标 引起居民对香港政府的不满 刚被验出自来水中含千量超标的是位于新界的葵连屯 以及位于沙田一个刚建好不久的新项目水泉澳屯 这两个项目跟前两天爆发自来水中含千量超标 位于九龙的启情屯 水管和水喉都是由同一个水喉匠负责装置 启情屯每升水中含千量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下的安全标准的3.5倍 在追查源的源头方面 就看来水喉的接驳位用了一些含源的消耗物 造成食水含源量超过世卫标准 这个可能性是最高的 但港府也不排除其他可能造成食水供应受污染的因素 为了安抚居民当局提供了瓶装水或临时的供水车 但居民还是质疑政府为何现在才测试出来 并希望政府换掉所有水管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 会同特首梁振英会面提出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